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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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圈吐槽了 我的双十一全是给儿子买的 再也不是当年了 特意订了闹钟 只因购物车里 有前十五分钟 付款八折的新仪职务 迷迷糊糊付完款 早上一看 付款时间是零点十六分 原来诺表订错了 完美错过了八折 已经六年没有雪站双十一了 所以有点摸不清门路 生怕抢不到 硬生生靠宵夜熬到了零点 今早头晕眼花 双十一总有点毛财害命的感觉 每年的双十一 都是一场考验消费者智商的游戏 东西有没有真的便宜 不知道 各种促销的玩法 倒是越来越复杂 买的什么东西能够分享一下 衣服 裤子 鞋 大概就这些 大人还是孩子的 都有 你给我花了多少钱 一千 一千多吧 半夜醒了买一次 然后睡着了 然后又醒了又买一次 就又睡着了 享受到优惠了吗 可能享受点吧 就一直放购物车里了 玩之后到双十一直接就买了 那您是在今天零点之后抢了 对 便宜了吗 便宜了 便宜多少钱 这我不太急不太轻 采访中不少收房者表示 双十一策划组 活生生将购物节 变成了堪皮奥数的全民算术大赛 也有人表示 随着年纪的增长 已经不愿再凑这个热闹了 一个都没买 为什么 感觉不像以前似的 以前买的多 现在就是买的少了 不买的原因是什么呢 买一些质量太刺了 退货率太高 因为也是周一嘛 周一不要上班的嘛 那和年龄可能有关系 不像青年人 年轻人比较就是 半夜来起来来抢一些 和年龄也有关系吧 不是今天早晨卖的 看来大家这账啊 都没算明白呢 反正就是跟风 都得在双十一这一天 买点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 大家也赶快 给我们来参与参与 您这账算没算明白 没错 这今天啊 除了最忙的是电商之外呢 还有啊 就得是快递行业了 没错 相信接下来这几天啊 快递的运输量 就会急剧增加了 不过随着快递越来越多 每年这双十一之后 像快递延误 快递丢失的事 拼丢大事 是的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避免 在快递过程中出现问题 减少出现问题 下单之后呢 消费者还有商家 又都该注意哪些呢 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专业人士的建议 据吉林省邮政管理局 预数据预计显示 11月11日到18日 吉林省全行业邮件 快件收集量将超过5000万件 同比增长60%左右 面对如此大的快递量 您在熬夜网购血冰之后 是不是也会祈祷 快递小哥能够及时准确地 把快件送到自己的手中呢 那么这些问题 您可得注意了 添的信息一定要完整 注意街 路 门牌 房间号和电话号 一定要写正确 因为错了一个字的话 系统识别的时候 有可能匹配不到位 造成误分 时间又要延长了 保持电话畅通 便与我们蓝头员联系他 除了信息的及时准确之外 快递的安全也十分重要 这就需要上家在发货时 做好保障了 发送快递的时候 商家一定要注意包装这一块 如果你包装不合口固定的话 有可能在运势途中遭到死怀 而且是包装完了之后 配合我们蓝头员 做好交接工作 尽量地策划发育 由于工作量的加大 为了尽快将快递送到客户手中 部分快递员 很可能会在 不跟收件人沟通的情况下 就将快递存放在菜鸟驿站 或小区快递柜 而后再通知取件人取件 这样做带来的后果 往往是快递丢失 或者产生纠纷 面对这样的问题 消费者又该如何处理呢 我们内部也有一个管控机制 及时发现这个问题 及时规避 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消费者可以通过 我们的一个申诉渠道 向我们反应 我们好也及时去解决 买完东西的这些朋友们 我想现在大家伙也很关心 我这货到哪了 几天能到 赶上这几天发件高峰期 能不能正常交货 没错 下面在这我们最关心 现在有问题 我们带大伙一起去快递点的快递分检中心 马上连线正在前方的记者刘斌 看看现场情况怎么样了 刘斌已经到现场了 你好刘斌 你好刘斌 主持人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相信大家现在跟我一样 非常想知道我的快递到哪了 那现在呢 我在现场正在直播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吉林省圆通速递 有限公司 我们的分检中心 大家可以看到呢 通过我们的快递车呢 一件又一件快递呢 已经来到了我们长春市 来到我们长春市呢 只是一个中转站 那么由于气温特别低 我们的工人呢 现在属于在半户外的情况下 进行操作 一件一件的货品 在我们的传送带上 被送到我们的后方工人手里 然后进行一个分检工作 现在呢 我可以说 在双十一这一天 到的货 您订的货 已经到达我们长春一部分了 大家也都特别想问啊 那我的货 什么时候到我的手里 那么来到了我们 圆通速递 吉林省有限公司呢 我们也是看到 每一个工人 都在很忙碌的工作着 刚才我通过询问呢 每一个工人 都是在加班加点的 进行工作 现在呢 正好值晚饭的时间 留下了大部分的工人 在这工作 还有小部分工人呢 他们去吃饭了 然后呢 他们来换下一批的员工 进行吃饭 那么我们也是找到了 我们圆通速递 有限公司 吉林省分公司的 尹中树总经理 那么尹经理 我们是不是已经做好了 为我们每一个 订购下单的客户 进行这个分配的 物品的 这个重要的分检阶段 是这样的 呃 安全 安全 稳定 快速 马尔不乱的原则 我们更多的是追求 在特殊的快递的 这个大考时机 那么这个旺季 我们最终要提升 整个消费者客户的 呃 体验 我现在特别想知道的就是 现在有多少人在为我们 加班加点工作 有两支大的团队 第一支团队是在我们 全省的转运中心 它起到了整个 多少人 大概有八百人左右 啊 那 我想知道就是这个快递 到达长春的高峰值 是哪几天 呃 出港今天 明天后天三天是高峰值 那全网进来的双十一 昨天的晚会以后 到达今天 长春第一台车是上午十点多 呃 大概五千多票 正常操作流程 我们保证在今天 晚上八点以前 按照我们的快递时效 送到消费者手里头 这个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也听了啊 尹经理刚才说的呢 这个比较官方一点的话 但是我也听到了 一个确切的数字 就是八百多人 正在为我们紧张的工作当中 那么相信呢 大家也是特别急切 想要看到 我们自己拍下的物品 到底什么时候 能到达我们的手里 我看了一下最近的天气 由于长春这几天 可能会有一个 小的降雪过程 那么刚才呢 我也听尹经理 我就问他 我说风里雨里 我们的快递 能否在安全准时的时间 到达我们每一个人的手里 他说那绝对是肯定的 那主持人 这就是我来自现场的报道 好的 感谢刘斌啊 给我们带来一个 特别有自信的一段报道 就是肯定能到达你的手里 大家就不用惦记 不用担心了 而且每年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都是在考验着 我们的快递人员 而且我觉得随着这个美年 因为之前频频发生 这快递丢失的案件之后 这两年咱们越来越规范化 成句话 越来越碰心了 越来越完善了 所以大家也伤恩勿躁 也耐心再等待一下吧 今天我们还有一个话题 就是说说双十一 你这账算没算明白 刚才朱进也说了 其实感觉是优惠了 但是到底有没有这个优惠到手啊 优惠多少啊 大家可能都不一定算得明白 带我们去看一看 大家的这个留言吧 好 我们来看一看 众多网友给我们平台 留言之后的互动都怎么说了 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啊 这网友小蕾这说了 我们看一看 从十月二十号战斗就拉开序幕了 整个双十一战线长达二十多天 这各种津贴啊 满简一系列活动规则 让我到现在还没搞明白 该怎么玩呢 我们再看看下一位 网友建筑哥说了 满篇文字数字游戏熬的人啊 很疲惫啊 作为上帝的顾客 想花点钱还得先遭罪 无语啊 再看看网友 王小倩怎么说 说当你的数学才华 称目击你购买的野心时 你就应该静下心来看看 别人买 双十一过后 你会恍然大悟 说这理智才是对的 其实通过很多网友的想法 其实跟我们是一样的 再看看下一位 这网友爱莲说了 很智慧的这一条评论啊 当优惠变成数字陷阱 无疑是对作为消费者 耐心和信任的挑战 还有网友 这大舞台说了 说订餐刷新闻 开微博 看剧等等等等 一系列数大的猫头 这都是不算啥 逼人呢 是最复杂的双十一规则 而网友明天也说了 各种促销规则 叫人是反不胜反 双十一最划算吗 咱都不知道 所以说啊 通过这么多网友说的 总结一点 就是说今年双十一啊 咱呢 跟这个数学干上了 没点本事 咱也真不行了 当然我们说到啊 这本事够不够 咱是另说了 但是对于广大的 买买买一组来说 算到断片 也不如下手凶猛 简单粗暴啊 只剩下一个字 拼就完了 而且呢 光是讲数学功底 那么可能就失去了 这期间最大的乐趣 乐趣是什么呢 不是干 也不是拼 用一个多年 学兵后 退出江湖的买者来说啊 这看清一个个 逗你玩的数字游戏 然后默默地 关上网页 看别人热火朝天的 往里冲 自己呢 泡一杯茶 小儿曝雨 当然呢 在这儿啊 我不是说买买买 有啥不好的 而是希望呢 我们商家 能更多爱我们一些 少些烧脑 多些诚意 猛才可以 咱呢 也得爱命 下面时间 继续交给国家 带您一起来看新闻 好的 祝敬 接下来的时间呢 咱们一起来关注新闻 跟大家发布一个 警方的通报 昨天下午三点呢 在G334公路发生了一起道路交通事故 一辆重型商品混凝土贯车啊 与一辆小型面包车相撞 造成了八人死亡 六人受伤 事故发生之后呢 金陵省长春市是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 目前呢 六名伤者正在全力的救治当中 事故调查善后的处理工作呢 还正在进行当中 好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 今天下午呢 金陵省八家子森林公安局交警大队的民警啊 又给我们发来消息 说他们辖区呢 迎来了降雪的天气啊 因为有35公里的路呢 是在山区啊 这坡斗弯极 导致有些车辆行驶到这里呢 出现了打滑侧滑的情况 那大队安排了警力呢 是在线上啊 死刊死守 帮助过往车辆 具体情况呢 我们通过视频来看看 G334126公里处 大车上不去了 小头回去 通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 至于334国道隆东线 118公里到158公里 先锋岭路段 路面已经被积雪覆盖 受降雪影响 导致路面异常湿滑 能见度较低 入冬以来吧 入冬以来是 这是第一场的 比较大的这么多雪 所以说吧 现在呢 有很多车呢 现在没更换去离开 有不少呢 就是这个大型车辆 所以说他当第一场 选择的侧滑 产生侧滑的人比较多 从中午到下午 四辆半左右的时候呢 有两台车 现在已经发生侧滑 在我们民警呢 在大力的救助下呢 已经拖险了 车和人都没有问题了 新丰岭是长上下坡路段 长度35公里左右 地处山区 坡斗弯极 民警建议 大型车辆及轮胎状况不好的 小型车辆要选择绕行 我们现在已经上面 已经部署警力了 我们部署了一台警车 四名警察 在那个128公里处 在那设定了一个 因为到岭上吧 这个信号不好 就像那个打救援电话 现在这个信号不好吧 可能沟通不上 就是呢我们通过这个微信 已经社会发布了 就是建议呢 大型车辆呢 最好晚上 不要行驶此路段 它呢 现在就是 现在已经是作为 那个先锋养的队 和三道养的队 现在已经 对这个35公里 全线暖滑了 同时提醒 行驶到此路段的司机 行驶过程中 不要急打舵 不要急刹车 减速慢行 谨慎驾驶 从省气象局 记者了解到 受高空槽影响 11月12号傍晚 到13号夜间 我省将有一次 明显雨雪降温天气过程 近利南部和东部 通化 白山 沿边 长白山保护区 由于转中道大雪 部分地方有暴雪 提醒大家 注意交通安全 加强设施农业管理 做好粮食管护工作 同时提醒 城乡居民 需要及时 添加衣物 预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疾病 提醒大家 一定要注意安全 接下来再来说 一件让人 着急又气愤的事 10月8号傍晚 长城市民李先生 骑电瓶车回家 在后越大路 非机动车道上 是正常形式 但是突然一辆 逆向的摩托车 向他冲了过来 李先生当场 就被装晕了过去 可是这位摩托车 司机却并没有下来查看 扬长而去 11月8号晚上 5点左右 我父亲正常下板 从四环桥 拐过来之后 是由东向西 正常靠右行驶 然后对方车 应该是逆行 把我父亲创倒了 刮倒了以后 这个车就逃逸了 没有在现场停留 李女士告诉记者 父亲被撞倒后 昏迷了大约有20分钟 才向家人 拨打了救救电话 李女士赶到现场时 父亲满脸是血 坐在路边 肇事摩托车司机 已经不知所踪 经医院诊断 李女士的父亲 头部颅骨骨折 和面部骨折 右腿骨折 左腿骨裂 目前治疗费用 已经花了将近一万元 而腿部的手术费用 还需要两三万元 李女士曾向 长春市路人区 交警大队报警 但并未找到 事故发生时的监控录像 转了一圈 看了一下摄像头 花园大陆上 有一个摄像头 但是那个是坏的 再往前有一个摄像头 不在摄像头的监控范围 是属于盲曲 然后天特别黑 那会儿还没有路灯 目前 李女士和家人 正面向社会 征集线索 寻找肇事司机 想要找一下这个 当时有没有目击者 或者是路过的车辆 有能够提供给我 行车记录一线索的 那是最好的 能够帮我找一下 这个肇事逃逸的这个人 我的电话是13610726221 然后我们愿意给 2000到5000的这个报酬 再向大家重复一下 如果您在10月8号 傍晚5点左右 曾经路过长城市 浩越大陆 与西四环交汇处附近 能够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或者是视频资料 都请您联系我们 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 043188501234 说完了肇事逃逸 咱们再来说说这酒驾 这事虽然说是 老生长谈了 但是还是有驾驶员 抱有侥幸心理 这么前几天呢 就有一位驾驶员 酒后驾车 下车的时候啊 还迷迷糊糊浑身酒气啊 你说这车是咋开的 11月1号晚 长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七开虚大队的民警 在巡查时 发现了一台车牌号为 急开头的小型轿车内 酒味浓烈 驾驶员疑死酒后驾车 有驾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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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神都迷离着 先上车了 这个驾驶员 驾车的时候啊 我们才发现 这个驾驶员上身穿的很多 然后下身去了 还穿了一双拖鞋 驾驶这个机动车 我真是 穿拖鞋啊 没有个家就我这搞的 鬼儿八我去到家了 哪天呢 浑身酒气 眼神迷离 甚至还穿着拖鞋在开车 这位驾驶员是有多不把自己 与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当回事 在现场 民警还对该名驾驶员 进行了呼吸式酒精检测 这多少数 24 24啊 现在饮酒驾驶机动车啊 每百毫升24毫克 这个数值尽管并不高 但却已经超过了 每百毫升20毫克 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但直到此刻 这位驾驶员似乎还没有意识到 自己行为的危害性 甚至还询问民警 是否可以让其女友驾车回家 当天在民警的劝诫下 这名驾驶员表示 已经吸取了教训 以后不会再犯类似的错误 而接下来 他想要面临的 则包括驾驶证被散扣六个月 罚款一千至两千元 同时被计十二分的处罚 这和女朋友出来约会 本来是高兴的事 但是这一酒驾 一下子让约会变了味 酒味太重 冲淡了幸福 接着晚上说 前几天我们节目还报道了 长春市设立多年的 环卫修行室无法使用 本来是为了环卫工人设立的 初衷很好 但是却未能对他们敞开 新闻播出之后 又有环卫工人向我们反映了 说他们本应该领到的岗位福利 似乎也没到位 环卫暖心休息室 锁门没电成摆设 许多环卫工人 由于进不去休息室 只能选择坐在寒冷的地面上 长春市市容行卫局 为环卫工人设立的爱心食堂 免费玉食 两年后却关门大吉 那是中午一顿饭 雅菜 有一个是一个红一个树 咱们要配惨吗 我配惨的 以前是食堂 现在没有 为啥的 黄卫 随后记者在长春市南关区 静越区部分区调查发现 个别区域的黄卫班组 甚至到了11月份 也没有发放市容黄卫局 所提供的冬季黄卫服装 长春市市容行卫局 要求黄卫工人 必须穿工作服上岗 没有冬装的黄卫工人 只能在夏季黄卫服内 套上一件薄棉衣 由于他们每天早上 五点便开始工作 所以即便是这种 加料的夏季黄卫服 预寒能力也并不理想 您看看 花了力气 费了钱财 但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面向 环卫工人的工艺项目 好像并没有办到底 办到实处 黄卫休息室就像是 患上了自闭症 让黄卫工人望门形态 这样的工艺 也在这一时刻 变得尴尬无比 岗位上应该有的福利 更得坐到位 大冷的天 黄卫工人为了满足 管理层对统一服装的要求 只能在夏装里面 这个李子里在加料 这样的面子事 让我们听着 都感到有些委屈 工艺如含义 如何让受益者 切实地得到温暖 而不只是在表面上 做文章 这应当是相关管理者 更应该思考的现实问题 好 接下来 咱们再将视线转向香港 昨天晚间 还有大批示威者 在香港多区集结 并在不同的商场流窜 大肆破坏和堵路 另外今天早晨 在港铁西湾核站 有一名警察遭到了 一群暴徒的围攻 被迫开枪自卫 事发在港铁西湾核站外对面 事发后 一批防暴警察赶到现场 制服并带走多人 据了解 事发当时有一名戴口罩暴徒 向一名警员走进 意图发动攻击 旁边有多名暴徒围上来袭警 该名警员无奈拔枪 至少开了三枪 受伤暴徒 其后由救护车送院治疗 现场消息指 一位暴徒手臂受伤 另一暴徒腹部受伤 此外 今天早上七点钟左右 在红看 一批黑衣蒙面人 将栏杆垃圾桶 及巴士站站牌等物品搬出 在收费广场的路面 堵塞海底隧道 通往港岛入口 还有人将椅子花盆等 扔下天桥 导致桥下的车辆行驶受阻 这批人随后 往香港理工大学方向逃去 一批警员赶到后 制服至少一人 在皇大先附近 一批戴口罩的人 在龙翔道东行县 放置路障等堵路 行车受阻 随后有防暴警察到场 轻走路上的杂物 又在附近制服多人 并将人群驱散 大批暴徒下午两点多 在港铁沙田站旁的 巴士站聚集 拿了巴士上用来 打碎玻璃逃生的小铁锤 倒沙田站 打烂售票机 炸机 喷漆 之后转去 新城市广场的出口 继续破坏实施 沙田站之后要关闭 有人在破坏车站旁边 拉了闸的美心西饼店 落闸也被踢烂 几分钟后 又跑去沙田大会堂附近的 美心皇宫酒楼 有职员尝试劝阻不成功 顾客立即离开 暴徒在里面捣乱 推翻餐桌 座椅 防暴警察赶到 新城市广场外追捕 有人锁住了商场入口 新城市广场内 多条自动电梯 也被暴徒破坏 昨晚在泉湾也有大量暴徒 在河堤街 沙嘴道 望角等地聚集 警方要求在场的人离开 警员表示 旗舰被扔水瓶 随后释放多枚催泪弹 有人在马路上纵火 或用杂物堵路 中安街的优品360 货品散落一地 全新天地的内地 连锁饮品店洗茶 也被大肆破坏 防暴警察举蓝旗和黑旗警告 之后推进 连续释放多枚催泪弹 警员又在附近制服多人 搜查车辆 晚上也九点半 在弥敦道的速龙小队制服一人 防暴警察要求现场所有人离开 水炮车再次经过 并向暴徒涉水 警车离开时 有暴徒扔砖 警方采取行动进行驱赶 在山东街释放催泪弹 制服多名暴徒 警方在昨天的驱散行动中 曾出动人群管理特别用途车 即使用催泪烟 以制止暴徒的违法行为 截至昨晚十一点半 警方一共拘捕八十八人 涉及罪名包括非法集结 藏有攻击性武器 形式毁坏 身处非法集结时 使用蒙面物品等 警方重申 绝不容忍任何人 为达任何目的而诉诸暴力 必定坚决采取执法行动 以回复社会秩序 并对所有违法行为追究到底 最近还有暴徒 利用香港科技大学 学生坠楼事件发起了攻击 试图嫁活给警方 然而陆续公开的监控画面 是有力戳穿了暴徒的无耻谎言 为此香港科技大学也发表了声明 来关注这期事件 周三 一名内地学生在香港科技大学校园内 惨遭多名黑衣暴徒袭击 周日 香港周联办教科部发布 致在港内地生公开信 强烈谴责在港内地生遭围攻 公开信表示 近期香港校园出现了一些暴力事件 和欺凌行为 有内地同学受到围攻滋扰 我们对有关校园暴力行为予以强力谴责 并于第一时间跟进帮助和处理 一直以来 祖国内地对同学们非常关心 请大家保持冷静 注意安全 安心学业 遇到困难 请及时向校方反应 并与我们或香港内地学生 联合总会保持联系 也请同学们多向家里报平安 让家人放心 周三在港科大坠楼送一的学生周子乐 于上周五确认不止身亡 尽管香港警方一再辟谣 并且用视频证据澄清 周子乐的失足与警方的清场行动无关 他们也从来没有阻拦救护车到场救援 但连日来 暴徒依然利用此事连番制造各种谣言 嫁祸警方 尽管周子乐的真实死因 最后仍有待法庭判定 然而从昨天最新公开的闭露电视片段 明眼人已可大致推定出其中端倪 从公开的视频片段可以看出 周子乐发生意外的位置 与警方当时释放催泪烟位置相距120米 停车场内及周边并没有催泪烟弥漫 因此所谓周子乐因吸入催泪烟 坠楼身亡的说法完全不成立 所谓警方追赶至周子乐坠楼的说法 也纯属造谣 根据C21录像可见 周子乐出现前后 有多名街坊已正常步速 在停车场二楼出入过 并无被追赶奔逃的场面 其后在0点47分及0点49分 在同位于二楼的C29闭露电视片段可见 周子乐经过时神态悠闲 并聚起右手使用手机 综合多个摄像头记录 直至凌晨1点02分 周子乐走上三楼 附近都并未出现警察 也不曾奔跑 然而在周五当天早上举行的 港科大毕业典礼上 黑衣蒙面人再一次施压校方 谴责黑警暴力 并极度打断国歌 冲上台举标语 港科大的几位资深教授 包括校方管理层的负责人 几次喊话希望学生可以安静下来 让典礼照常进行 但是都没有效果 在这样的恐怖氛围下 台上的须江教授看到这一情形 起身从学士府里拿出一面 五星红旗进行展示 而当天下午 须江教授的办公室 就遭到了这些乱港分子打杂 港科大发声明指 学校强烈谴责此次袭击事件 表示科大不能容忍任何校园暴力 会尽最大努力找到施暴者 惩戒恶意滋事学生及同伙 由于修复虚实 周一上课继续取消 也会协助警方调查 这次刑事毁发案件 并保留追究责任 校方再次呼吁各方冷静 暴力无法解决问题 只会激化矛盾 即造成更大伤害 也会检讨校内保安措施 好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广东珠海 最近在珠海 有一名骑电动车的男子 他是载着女友 主动找到交警自首了 说自己喝酒了 交警一柴果然是罪嫁 这自投罗网是什么情况啊 周三 在广东珠海 交警处理完一起 交通事故正准备离开 这时 有一名男子骑着电动车 载着女友静止 开到交警面前自首酒驾 见交警正准备给其做酒精检测 男子又笑称自己只是开玩笑的 自投罗网的人 交警当然没有放过的道理 结果男子的吹气指数直标三位数 涉嫌罪嫁 面对这样的情况 男子回头对女友抱怨 都怪你不理我 原来 该男子因为女友不回微信 一冲动就向警察自首了 随后经过抽血检测 男子的血液酒精浓度为每100毫升 164.3毫克 确认属于罪嫁 令经检测 该男子还涉嫌无证驾驶 未带头盔 驾驶无耗牌摩托车等违法行为 目前该男子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并处行政拘留15天 罚款3200元 这边是为了出气 是资头罗网 下面要说的这些 是为了违章免责 无所不用其极 我们来认识几位奇葩的司机 有超载司机被查之后 倒地碰瓷的 也有色盲外卖员 骑车送餐闯洪22次的 你说咱就不能好好开个车吗 在山东烟台一高速出口 这天一辆半挂车 因为超载被交警拦下 在处理过程当中 男司机靠近交警 意图套进虎避免处罚 见交警一再警告 他干脆往地上一躺 冤枉警察打人 无论交警怎么说 男子就躺着不起来 交警干脆给他围了起来 既起到安全警示作用 又能让他尽情表演 交警最后只能求助110 将男子强行带走 男子对超载的违法行为 公认不讳 接受了处罚 云南玉系的交警 在执法中发现 一个摩托车司机 三个月内闯红灯22次 本以为是抓到了 一个急性的驾驶员 没想到仔细调查后 发现另有引擎 男子的摩托车牌是伪造的 也没有对应的摩托车驾照 因为他是个色盲 根本没法通过驾照体检 就没办法学在驾驶身 但因为他又从事个职业的话 他就也紧盲了身体这个情况 色盲又怎么看交通灯呢 男子也算机灵 他看到别的车走 他就跟着走 别的车停他也停 但依然还有20多次闯红灯 被记录在案 这样的身体状况还要冒险骑车送外卖 小哥 您这是在拿生命开玩笑啊 吉时尘没视频 专家服务到家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我们接着来看新闻 现在很多人都非常喜欢 到长春市的桂林路商圈去转一转 经常到那里的朋友也发现了 从10月份开始 长春的桂林路胡同 从同志街到立信街都开始封路了 据说要打造独具特色的步行街 而且周围商户的牌匾的设计也会有一些变化 关键是这个牌匾什么样 您说了算 长春市朝阳区政府决定从即日起 开展桂林路步行街 牌匾电招设计方案 征集及评选活动 报名者以单位或客人名义 报名均可 可任选桂林胡同步行街 同志街至人民大阶段 两侧一家或几家店铺 进行牌匾和门脸的形象设计 要求在不大面积使用纯色不改变原始建筑墙面结构前提下 可以追求新颖独特时尚和个性化的风格 打造步行街品牌 弘扬步行街优秀文化 促进步行街创造更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价值 同时还将设置奖金150万元 用于奖励设计师和制作电招及门帘 报名者需提交A3纸彩色打印板 设计效果图 结构图 电子稿及文字说明 本次征集活动截止日期为11月15日 同时面向社会征集的 还有长春市城市古道交通2号线西岩 3号线东岩 4号线南岩工程的8座站点的命名方案 其中单命名的由2号线西岩县 凯达北街与东风大街交汇 捷达大陆与凯达北街两处站点 3号线东岩工程亚太大街与长白路交汇的一处站点 4号线南岩工程沿林河街的五处站点 命名应遵循符合历史 照顾习惯 意见规划 考虑长远 只为明确意气好找的原则 大家可以开动脑筋了 一个是牌匾的设计 一个是站点的命名 有绘画设计或者文字功底 并且热爱长春的小伙伴们 就可以施展你的才华了 赶快投稿吧 我们的揭露我们来打造 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起突发事件 今日图本市河东村还在热火朝天 抢着收割玉米 但是没想到一名收割机驾驶员不慎被绞了手 消防人员立即赶赴现场进行处置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 经过查看和了解得知 驾驶员因操作失误 导致右手被收割机滚轮挤压 驾驶员疼难忍 救援刻不容缓 在此情况之下 消防员立即对驾驶员进行防护 以防救援过程中造成二次伤害 与此同时 立即使用无尺锯液压扩拆工具 对收割机进行扩拆 收割机外部被破拆完毕后 消防员又对卡住驾驶员手臂的位置进行扩张 随着空间不断增大 驾驶员的手臂被慢慢取出 最终经过二十分钟的紧张营救 驾驶员被成功救出 消防员合力将其抬上120救护车 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秋收时节 收割机脚伤人的事情真的是时有发生 每刀看到这样一幕都会觉得特别救心 所以在这里还是再次的叮嘱大家 日常生产作业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 也切记肢体近距离接触这样的作业机械 千万提高警惕 保护好自己吧 每次在救援的时候 可能我们都会看到消防员的身影 前天是11月9号消防安全日 很多人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消防员的祝福 这部吉林省白城市通鱼县消防救援大队 就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什么礼物又是给谁的呢 咱们去看看 11月9号中午 一辆黑色轿车和一辆三轮车 先后停在了通鱼县消防救援大队门前 两名女子在门前说了几句话后 从三轮车中下来的女子就拎着一个蛋糕 坐进了消防队 11年5月左右吧 我们基本上是接着一个电子蛋糕 然后打坐过大队门发生好了 等我下楼的时候 那个送电口已经走了 然后我就查到我们营起监控 在营起监控我看到是 15点40多的时候 有辆黑色停了等着 后来过了十分钟 蛋糕店有一个三车车 过了走到门口 送到蛋糕 然后他俩就是说一声 送电口对你的 就把蛋糕的爹送到我们这边去了 消防员接过蛋糕后发现 这是一名自称为丫头的消防迷送的 蛋糕盒上有一张暖心的小纸条 纸条上写道 愿每次出警都能平安归来 爱火燕蓝 蛋糕非常别致 上面放着消防车 还插着119数字的蜡烛 这一举动让所有消防员 感受到他们也是被别人守护的 消防员通过微信联系到送蛋糕的女士 这位女士表示 买完蛋糕后 自己并没好意思送 于是找来一位阿姨帮忙送进去 送这个蛋糕 是为了感谢消防员们的付出和守护 并表示自己非常崇拜消防员 如果自己是个男人 一定会成为一名消防员 我自己要电话 去找消防员 去当面感谢一下 然后他拒绝了 所以不需要感谢 但是我只是表达了 我个人的这就是一个感情 对消防员这岗位 他特地敬佩 这是温情的一幕啊 我们也祝福消防员都能够平安吧 近日呢 在北京开往长春的Z6三次列车 到达长春站的时候啊 旅客张先生准备下车时发现 他携带的两瓶高档白酒不见了 随即他向城景报了警 随即城景调取了列车的监控录像发现 一名身着紫色短袖的中年男子 在路过张先生所在包厢时 向里面张望了一下 随即停了下来 用身体挡在了包厢门口 等待其他旅客离开后 迅速进入包厢 倒走了白酒 又立即离开了现场 铁路警方经过布控 确定嫌疑人为禁谋 在其居住的宾馆附近将其抓获 你从外头看 这两瓶就是白酒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就看见一个这个 然后我一看 才是脚混 就电脑 经询问 禁谋承认了盗窃白酒的事实 经过长春市价格鉴定中心的鉴定 两瓶白酒价值2380元 现禁谋因涉嫌盗窃罪 已被长春铁路警方行使拘留 下面要说的这位偷起东西来 更加的大胆 张女士是在长春市摩天活力城四楼 一家商铺上班 前天上班的时候 她就发现 放在柜台里面的手机不见了 调取了监控录像 结果发现这手机 已经早早被人惦记上了 到底什么情况呢 咱们一起来看看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工作人员换饭嘛 然后我们检票口的工作人员就换饭了 然后我就需要到外面 因为我看这检票口的前台 然后这工作可能就到检票口去检票了 就在检票这不足一分钟的时间里 透过监控视频 我们可以看到 一名头戴墨镜的男子走到了柜台里 然后我发现他 我问他在干什么 他说我走错了 然后紧接着他又到吧台来回走 就问我自己票价什么 然后我跟他介绍一票价 然后他就走了 17时43分 男子从吧台走出 但是这名男子可没远走 就在两分钟后 检票口来了三名顾客 工作人员去检票的这短短一分钟里 这名男子用迅雷不足掩耳知识 上演了一场丢道发戏 这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 是一点没耽误 就把别人的电话放到了自己的兜里 当然也被多个摄像头 不同角度同时记录了下来 目前警方已立案调查 由于商户手机丢失 里面存有4000余名消费者电话等信息 提醒消费者谨慎接听 如涉及钱款还需到店核实 近期临近年底提醒大家 在商场饭店等人流密集场所 商户及个人都应多留意 并妥善保管好个人物品 尽防丢失 即使川媒视频专家服务到家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一年一度的双十一购物恐慌节 在今天凌晨正式拉开帷幕了 这一天的大伙在网购的时候 都能拿到不少的折扣和优惠 不过近日 江族的一位动物饲养员 就不那么幸运了 因为自己的淘宝购物车 在双十一之前 就被意外的清空了 那到底是谁下次毒手呢 我们来看一看 吕萌萌是江苏烟城 野生动物世界的工作人员 平日里负责照顾这只沸沸 前几天呢 吕萌萌的工作间 多了好几个快递 可是她自己却没有下单 疑惑之下 一查监控 结果发现 给她下单的不是别人 而是她养大的沸沸 我看她有点饿了 我去给她拿准备吃的食物的时候 就把手机落在这里了 在淘宝购物的页面上 事发当天 吕萌萌取完食物 回到工作间时 意外发现 多了几条订单信息 后来我去找人查了监控啊 然后看了一下 订单时间和我的 查监控的时间是一样的 然后监控也看出 就是沸沸拿着我的手机 在那点点点 吕萌萌说 幸好她购物车里 添加的都是一些日常用品 钱不算多 只是没有到双十一 这些东西还享受不到 优惠折扣 这个沸沸是我从小带到大了 然后平时我们大多数十年 都是待在一起的 我喜欢玩手机 和她一起玩手机 然后我逛淘宝 她也看过我 下过淘宝订单 看来沸沸学会下订单 也是饲养员言传声教的结果 而吕萌萌因为开通了 小额缅密支付功能 也让这只聪明的沸沸 有了可乘之机 养宠物的你也要小心咯 对您来说 双十一就是开心购物的欢乐计 而对浙江一无一所 电商学院的学生来说 这是很重要的期末考试 电商学院里有六成学生 参与创业 人数达到800多人 双十一来临之前 校园内备战氛围特别浓 楼道成了学生创业者的 临时仓库 我现在在做那个一个店铺 然后就是女士的围巾 然后货员的话 也是在我们一无自已这边 然后提供的 然后发货也是在 我们自己学校里面发 我们学校就给我们提供的 业部归宿 就是可以 就是这段时间 可以不用回请示 学校就会安排那个志愿者 来协助我们打包 现在状态就是感觉到 我们自己就非常火热 也非常紧张 双十一毕竟对于我们来说 就像一次 每个学期最大的一次考试 支付宝道账六元 支付宝道账六元 经常使用支付宝的您 一定最喜欢这个声音了吧 您或许想不到 发出这个甜美声音的是个 台湾妹子 名叫陈沐晴 她可不是专业声优 本职工作呢 是阿里的用户体验设计师 每周要在杭州上海双城往返 对工作拼尽全力 最近双十一瘦到了四十一公斤 我记得那时候 我刚到支付宝 报到的第二天 就开始十点下班了 另一次的周末 跟我爸视讯的时候 我就哭着跟我爸说 这里的人真的都好拼哦 陈沐晴在阿里工作三连半 早已适应了大陆年轻人 拼搏的节奏 一开始也会觉得 我是不是有台湾腔 但是我那时候会每天看这张新闻 然后去学他们说话的速度 在正式录音的时候 他们觉得哇 总有点像在听到广播电台的那种声音 支付宝到账五百元 原来是一个沸沸调皮了一下 这说到动物啊 确实一直以来与人们的关系很密切 在前不久呢 护荣高速公路上 一个男子在开车途中啊 就被一个野风给遮伤 并且一度休克 而在生命吹微的时候 有人停山而出了 当天中午十二点十七分 湖北高警总队 中乡大队民警 例行巡逻至 护荣高速公路 金山停车驱使 接到报警 说一名男子被蜜蜂给遮伤了 伤者告诉民警 他姓杨 是一名大货车驾驶员 起初杨某还能够正常与民警交谈 可是没过多久 他就疼痛发作 突然大叫一声后 无力地躺在后座上 意识模糊 并逐渐陷入昏迷 情况紧急 民警决定直接用警车 将杨某送到就近的医院 12点38分 警车成功到达 京山市人民医院 由于送医及时 伤者成功脱险 目前已抗扶出院 专家介绍 野外毒风 毒性很强 一旦被遮伤 毒性很快蔓延至血液 严重时 甚至会危及生命 专家提示 一旦被遮伤 可做近心端结扎 等紧急处理 抓紧时间就医 那个毒素会很快入血 如果是肢体的话 我们会建议患者 就地找一根绳子 张口的进行 折个十公分左右 把它扎起来 过一段时间要松开 如果还有狠毒的 那种病人就会出现 呼吸心跳抽屏的 立刻心肺出息 看来很多时候 这动物是又爱又恨 11月6号傍晚 在安徽富阳的街头 发生了这样一起车祸 一辆轿车正常行驶的时候 突然偏离了方向 撞上了中间的防护栏 说到这儿 很多人会说 这驾驶员是不是喝酒了 或者是不是开车 低头看手机了 其实都不是 我们来看一看 监控视频显示 这辆车行驶在快车道上 旁边并没有其他车辆 超速变道等异常情况 车子突然偏离了方向 当时他车里面 车的后排 轿车后排 放置了一只虫猫 没有用笼子放置 在行驶过程中 小猫从后排 穿到了驾驶 又跳到了草坑台上 直接在出车 突发情况的时候 操作不当 导致击打发烂 撞到了 到了终于古兰 原来这位司机外出时 把自家的宠物猫 也带了出来 由于爱猫心切 便将猫咪放在了后排 没想到 行驶中猫咪突然 窜跳到驾驶室 跳到了方向盘上 面对突发情况 司机竟然慌了神 导致了将 十余节后来损毁 仰警的对象 受到了一辆 正常行驶的轿车 直接一起 单方造势 然后根据他的 顺度情况 一个司机坐出来 立北一个保险 明警介绍 虽然道路交通安全法 没有对自家车 携带宠物有明确规定 但是由于 宠物的一些意外动作 可能分散 或干扰驾驶员的注意力 因此为了安全 建议携带时 将宠物放在后备箱 或者用宠物箱 予以固定 近日在323国道南雄 也发生了一起车祸 路过此处的 赣州市 于大鱼县人民医院 护士熊廷 选择挺上而出 伸出了援手 事故发生在 323国道南雄 中古沿路段 一辆小区车 发生车祸 一名伤者被困 危急时刻 路过此处的 赣州大鱼县人民医院 护士熊廷伸出援手 紧急救助伤者 而这一幕 正好被路人拍了下来 我要不要把他 先抬出来 胡主任 打高一点 没有 我叫了我们120的主任来 他越来越难看 熊廷发现情况后 立即下车 上前查看伤者 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我发现周边 有三个受了青山的人 然后车里的后座 还卡了一个病人 为了争取时间 熊廷立即采取了急救措施 他病人头皮已经有裂伤 而且也有活动性的出血 然后查看他的瞳孔 也有散打 就即使拿周边的医务 给他把头皮 那个出血的地方 给他压过止血 然后他的鼻腔 也不停地会有一些血块 一些异物喷出来 我要及时尽快用那个名 棉签 我要那个纸巾 给他把鼻腔的异物 给他清理掉 考虑到伤者伤情严重 无法动弹 在120医护人员 到达现场后 熊廷也帮忙 一起把伤者送到了医院 说起自己救人的善举 他表示 自己只不过做了 该做的事情 下面进入今天的 边看边聊 看看大行跟大伙说点啥呢 大行 今天要找些出人意料 还能反映人情冷暖的行为 老怕不乐 网络社会热点 小编也有观点 有戏有料 边看边聊 这段视频来自于 西班牙国庆大月兵上 话说1492年10月12号 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为了纪念这一天 西班牙人民就把这一天 定为了自己的国庆日 和咱们国家一样 这个国庆日 那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庆典 那么就在这么重要的一天上 就看一鸣散兵 从这个天上飘飘呼呼就下来了 没落在地上 挂在了路灯上 最尴尬的是 国王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尴尬在心里 虽然说这个国庆 是非常神圣的日子 但是这玩意儿 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呢 不过这一点 我们国家做的确实不错 小伙子 真正是有一个1956数字文化产业园 这个是烂尾楼 当地有关部门 为了这个安全和美观照相 就用一堆笑脸照片 给这个当地这个烂尾楼 这个空的这个窗户上面 就做了个笑脸墙 那这一举动 那是暴变不一啊 很多人就说了 你这整个跟公墓似的 这有点吓淫呢 不过当地有关部门 目前还没收到相关的投诉 大行来看啊 其实这些事的初衷都是好的 人家也是做了充分考虑的 一旦没充分考虑 那画风可能是这样的事的 你这个 你把照片都给我换成黑白的 这就增加艺术气息 对吧 你在这个楼底 给我打点绿光出来 这生机蓬勃 这好 这个效果好 对对 毕总整年轻人照片 或是整点上岁数照片 这就有效果了 这效果出来了 好 漂亮 看着没 没经过考虑的 那处理的效果 可能是这样的事 证明人家还是考虑了 不过大行还是给个建议 你把这些人物 都换成卡通人物 那这问题不就都解决了吗 前段时间一位小姐姐自述 自己是如何被自己老公 套路取回家的视频 报红网络 咋回事呢 这结婚之前呢 小姐姐说这结婚咋的 不得三块钱彩礼钱 男方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没问题 放心吧 小姐姐一看 这么痛快就答应了 不是找对人了 没过多久 俩人家把这婚就结了 结了婚没过多长时间 这小姐姐发现 自己是信用卡 怎么莫名其妙 少了三万块钱呢 需要还款 后来一问她老公才知道 自己那彩礼钱呢 就是花自己这个 信用卡滑过来的 再加上自己这 嫁妆两万块钱 里外里一算 嫁给别人 自己还花了五万 咱俩知道结婚呢 那得三万块钱 三万 没问题 三百万都没问题 没问题 那不得看你 信用卡额度多少 看到这儿 大行想劝一下 这个男的 你一定要好好 珍惜眼前这个女孩 我跟你讲 现在这个社会 找到真正爱你的 那个人不容易 找到一个 自己娶了自己 又嫁给你的那个人 那是更不容易了 所以珍惜眼前人 珍惜身边那个她 一定要好好待她 好了 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 网络社会热点小编也有观点 咱们明天继续 并看电量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 我们现在持有的升级版社保卡 功能非常强大 已经加载了金融功能 既能当一包卡使用 也能当着银行卡来使用 因此呢 如今很多银行网点 都能办理着社保业务 那么具体运行情况怎么样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在长春市南关区工商银行 南大街之行 办理社保业务的柜台前 排起了队伍 这一网点是长春市工商银行 第一家专门办理社保业务的网点 从2017年开始 两年多的时间 将金融业务和社保业务融合发展 我们忙点就是平时每天接待的客户情况 大概在100到150人 就是平时客户比较多 包括医院的就是客户比较着急的情况下 都支配到我们忙点 然后我们专门有一到两个窗口 直接办这个客户 办社保客户 长春工商银行 南大街之行 提供的社保业务较为全面 包括社保卡丢失补办 临时卡办理 变更查询信息等 为了让客户更好了解社保业务 贵台旁还设置了展板进行细致说明 并且组建了客户群 随时答疑解惑 因为这一网点地处长春老城区 老年客户较多 耐心周到的服务更是深得好评 业务非常好 态度也好 我们心里可高兴了 尤其你看这老态的 这不是照顾的多好啊 因为社保卡是一个整体民生项目 我们不光做金融银行 我们把社会服务也做好 多一项功能 多一项服务 既方便了百姓 同时也多了更多的客户 正所谓是双赢的节奏 由此我们也能看出 服务行业要想做的出色 受到认可 最重要的咱还得是贴近百姓 通过刚刚短片我们看到了 这人是越来越多 咱们工作人员越来越忙 但是呢 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心情 依然是微笑面对每一个人 在这儿呢 给他们要点一个赞了 说到平日咱们工作的时候啊 午休时间你都会用来干什么呢 有人说啦 这午休时间咱得吃个午饭 再午睡一会儿啊 也有人说啦 这工作比较忙 没有午休时间 赶紧吃个饭 就得继续接待客户了 而在咱们长春市路远 就这么一位皇位大爷 没到这个时候啊 别人是在街边 就近找个店 拿出画板 再掏出这笔 这是要干嘛呢 别急 咱们继续看一看 正在画铅笔画的这位大爷 是长春市路远区 环卫正阳一大队的一名皇位工人 名叫王兴福 今年59岁了 每到中午11点的午休时间 他就会搬来小板凳 拿出自己的画板 铅笔 白纸等工具 在街边做画 王师傅说 他从十几岁开始 就自己练习千匹画 一直也没间断 到现在大概已经画了三百多幅了 王师傅喜欢看西游记 三国演艺这样的名著联魂画 看到喜欢的场景 就会想到把它画出来 在街头一边欣赏街边的美景 一边沐浴着中午的阳光 这样作画也让他心情好 不到半小时的时间 一条威武的巨龙就跃然至上 他还说 以后要画一些 以皇位工人为主题的简笔画 用自己的铅笔 来展现皇位工人工作的日常 看看咱们这位皇位大爷 虽然是自学成才 但是画画功底是挺深厚的 不过天机越来越凉了 咱们也叮嘱一句 在室外画画的时候 大爷您得多穿点 被着凉了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从昨天开始 我们第一报道发起了 你做拍客 我送手机的活动 只要您用手机 把身边的气温去事 温情瞬间 或者遇到的突发事件拍下来 发到我们的屏幕下方 这个官方的邮箱地址 一旦选用 并且在我们及时 第一报道的官方抖音号上 同步上传 播放量排名第一的观众 就会获得价值 3988元的华为P30手机 相信这手机 大伙都看过 而且最近很出名 大伙可要积极拍摄视频 看看这手机 谁能拿到了 而在昨天节目录之后 就有观众 给我们发了两段短视频 我们先来看一看 炸鸡汉堡最好吃 塑料可乐我喜欢吃 你要不要来一口 我就是不给你吃 最近我们第一报道 福利是真不少 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派奖环节 今天在我们第一报道 五间版节目中 发出了爱情密码的互动留言 幸运观众白城的王先生 他应得了由天冠珠宝提供的 黄金手链一副 稍后我们工作人员 会与您取得联系 给您有期过去 好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 第一报道 我们在这里 最后还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节目今天一开始 互动话题 有很多朋友都给我们留言了 刚刚朱金也跟大家分享了 很多观众朋友的留言 好几条 那么在今天晚上 我们节目结束之后 我们就会抽出 所有留言当中的 其中一位幸运的网友 我们将为他送出 这个黄金转运珠的手链 明天会有记者 就送到他家里了 没错 另外还有一个福利 刚刚我们也说了 说有一个华为P30手机 要到谁能拿到 没错 有什么方法呢 现在是通过我们节目 开始征集短视频 您在生活中的奇闻趣事 温情瞬间 或者遇到什么突发事件 只要是原创 都可以发到屏幕下方的 官方邮箱的地址 没错 而且我们会从短视频中 寻取优秀内容 在节目中进行展播 同时在我们栏目组 官方抖音 即是第一报道上 同步上传 当周的抖音号 咱们上传视频量 播放量 排名第一的观众 就会获得 刚刚我们说的价值 3988元的 华为P30手机一部 所以说 吸引各位 也踊跃地参与 赶快参与 今天就有两位观众 已经给我们发来视频 没错 池女士吧 发来的视频 也是特别的有趣 挺逗的 所以也欢迎大家 积极参与 好的 即时传门 视频专家 服务到家 天天老时间 锁定第一报道 大家等你呢 明天我们再见吧 再见 请不吝点赞